上回说到李总统与段总理召集阁员 商议如何处理湖南广东的变乱 阁员们有的主张讨伐 有的主张调停 有的主张先乡后悦 有的主张先悦后乡 最后段祺瑞指出 广东形势紧迫 不如催陆荣亭诉赴广东稳住局面 至于湖南都军已缺 先按军民所请 让刘仁熙代理 李总统也同意了 随即下令 命陆荣亭即日赴月 特任刘仁熙代理湖南都军 兼湖南省长 湖南为什么要拒绝陈焕上任呢 原来湖南将军汤湘明宣告独立的时候 曾经由他哥哥汤化龙 与民党谈妥了五项条件 一 民党承认汤湘明为都督 二 汤先拨军队三营或五营 交民党接收 三 设民政府管理民政权权 民政长由民党攻推 四 组织北伐军总司令由民党推任 五 军事厅长由民党推任 汤化龙与民党签约后转告汤湘明 汤湘明也没有反对 但是当袁世凯死后 汤湘明违背约定 取消独立 也不跟民党打招呼 民党中的欧阳振生 赵恒涕 唐满 谭振等人 是当初签约的人 当然动了公愤 便驱逐汤湘明 汤湘明逃往粤州 由湖南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 汤济吾代理都督 维持地方秩序 后来听说政府令陈焕出任 湖南都军 湖南军民仍然不服 政府又命陆荣廷暂待 陆荣廷此时虽然已经到了衡阳 但是因为湖南的事情比较复杂 不肯复任 并且从衡阳回了广西 湖南军民于是推选刘仁熙 请政府任命 政府勉强批准 湖南稍稍平静了 后来改任谭燕凯为都军 倒也相安无事 陆荣廷返回桂林以后 因为听说地质派 还盘踞京中山货政府支持龙继光 压制李列军 所以也没有马上去广东就任 而是托辞告病 挨一天是一天 之后 陈春轩 唐继尧等人 认为货首没有受到惩罚 经常散布不满的言论 政府不得已决定惩处罪亏 下申令说 自变更国体之意起 全国扰攘 击陷沦亡 使货诸人 实施其咎 杨渡 孙宇军 顾敖 梁士仪 夏寿天 朱启前 周自齐 薛大可 君卓 拿交法庭 祥雀 审居 言行承办 为后世界 其余一概宽勉 此令 但是地质派中的重要人物 少说也有几十个 最出名的是六君子 十三太保 西南各省也一直要求承办杨渡 段志贵等十三人 以谢天下 而政府的命令中只处分了八名 像袁乃宽 段志贵等人均不在此列 政府显然是在敷衍 并且当逮捕令下达的时候 罪犯均已离京 一个都没抓到 这个案子就成了悬案 过了一段时间 风声不那么紧了 这些人还可以出来继续混 只是西南各省的首领 也是得饶人畜且饶人 不愿坚持到底 便决定撤销军务院 由府军长唐继尧 副府军长陈春轩 政务委员长梁启超 及府军刘显士 陆荣亭 陈炳坤 吕公望 蔡厄 李列军 戴勘 刘存厚 罗佩金 李定新等 联名布告全国 说 帝制祸兴 颠前首益 宫里所趋 于情一致 贵 月 浙 秦 相属 相继仗义 其实因战祸千言 为之所借 独立各省 前敌各军 不可无统一机关 原暂设军务院 为对内对外之合议团体 其组织条例第十条规定 本院四国务院 依法成立时撤销 仅约法国会 次第恢复 大总统依法继任 与独立各省最初之宣言 事相符合 虽国务院之任命 尚未经国会同意 然当国会闭会时 原首先任命 以四追认 实为约法所不尽 本军务院 为力求统一起见 仅于本日宣布撤废 其府军及政务委员长 外交专事 军事代表 均一并解除 国家一切政务 敬听元首政府 与国会主持 为此布告天下 闲使闻之 军务院既然宣布撤销 又将布告原文 电达背经 李总统 李总统与段总理 自然欣慰 由李总统 即日赴殿说 呈殿市撤销军院 爱国之臣 昭然若揭 素自地质异兴 波轨云厥 疏资造诣 原法是非 举国结音 墨前发难 滇前首亿 渤海从风 何一机关 应时成立 波云渐日 在地共和 则是军院诸公 大有造于民国也 相成常事 则在渺宫 伟成诸公拥护之音 私提之切 约法国会 获位初心 虽幸免乎掩游 游自残其如智 诸公乃主持正论 建旅前盟 举崇光之日月 还我国民 且百战之山河 归诸政府 从此民有惨鬼 国无屈失 藩货不兴 临分自机 则是军院诸公 由大有造于后事也 共和国家 匹夫有责 同舟共济 端赖群才 袁洪忧患于生 久宜权位 不宜归老 于怨以偿 只以约法所推 责任忧济 私与诸公 左提右窃 宏济艰难 推成以劫邦交 须己已从舆论 一日在位 万民俱瞻 方今财政结局 立志豁迷 内忧外患 分治踏来 补救之难 百倍仇囊 尚望不我侠弃 相与有成 勿以收拾军队 为天职已完 勿以召集国会 为人心已定 勿以恢复约法 为遂及法治 勿以承办 祸首 为永绝关协 率此临世而聚之心 祸收通力合作之效 此则 袁洪 早坐夜司 愿与诸公 共勉者也 军务院既已撤销 一切善后事宜 仍惜随时电告 共筹结束 其有奇才貌迹 为国贤劳者 并惜掳举事实 戒备言览 袁洪业 7月21日 颁布正式命令说 据唐继尧 陈春轩 梁启超 刘显士 陆荣亭 陈炳坤 吕公望 蔡厄 李列军 戴勘 李鼎新 罗佩金 刘存后等 电称 军务院已于7月14日 宣告撤废 其府军及政务委员长 外交专使 军事代表 均一并解除 国家一切政务 敬听元首 政府 国会主持 等于 凯自改革以来 迭经变故 举约不利 丧乱鸿多 法际灵异 民生涂炭 本大总统 继任于 威夷震撼之际 遵行元年约法 召集国会 组织责任政府 立从民意 免任监狱 该都军等 顾念实为 立宏大义 撤销军务院 及府军等职 纳政务于义鬼 继国事于大同 义闻人生 焦如日月 千秋万事 为国之光 唯念大局虽宁 因忧为爱 以如何栽培元气 收拾人心 永绝乱缘 导成法治 补居下露 精伟万端 来日之难 悖于往昔 所欺内外在观 各身惊惕 同心协力 赶至祥和 已成未敬之功 一拱无疆之夜 本大总统 有厚望焰 此令 至此南北统一 北京政府 总算有代表 全国的资格了 然而广东方面 龙继光 李列军的争端 尚未停息 各省都军 大多顺着政府的意思 谴责李列军 袒护龙继光 张勋 尼四冲 还专门发通电 斥责李列军 伪令横行 请家声讨 政府于是 一再发电报 给陆荣廷 催他早日到广东就任 陆荣廷不能再拖 便约上省长 朱庆兰一起赴任 同时电告政府 指日起刑 于是 李总统又下令说 谍据各方报告 广东纷扰 祸犹未遗 生灵涂炭 外人富有繁衍 长此千言 弥之所界 龙继光未交谢以前 则在首途 自应约束将士 保卫治安 李列军 统帅士族 则有幽规 着急 严乐所部 即日停兵 该省都军 陆荣廷 省长朱庆兰 现已兴业赴任 龙继光应将各项事宜 妥速预备交代 此后如再有抗令 开信情事 定当严行声讨 以诉国际 此令 命令发出之后 又派萨振兵 为岳敏寻岳石 令他选调兵舰 开赴广东沿海 查办一切 并停泊在沙面等处 名义上是保护桥商 其实是震慑龙继光 李列军 让他们知难而退 哪知龙继光 还是不肯离开广东 每天守在观音山上 与李列军血战 陆荣廷到了赵庆 得到消息 又称兵逗留 只派朱庆兰去赴任 朱庆兰也颇有戒心 一直等到萨振兵来到杀面 方才动身 先与萨振兵商议了一番 然后携手入城 龙继光不好抗拒 只得赢入 将民政划归朱庆兰接管 同时索取巨款 只说是解散军队 必须先拨恩响 才好办理 好不容易筹到了一笔款子给他 这才把都军印信交给朱庆兰 自己带上亲兵 去琼崖了 李列军得知龙继光 已经离开广州 遍野退兵 只是陆荣廷还没到广州 由朱庆兰派人送去印信 陆荣廷收下 广东的变乱也告一段落 讲完了川越乡三省 再说说山东 山东民军分成两党 吴大洲自称护国军 居正称东北军总司令 但这两股势力都很有限 不过占据了几个县城 与川乡越的情况不一样 袁总统还在世的时候 命张怀之属理山东将军 张怀之本想效忠袁总统 把民军逐出境外 碰巧袁总统去世 李元宏继任 政府电令停战 于是双方静候解决 吴大洲居正两人 按兵不动 等候指示 但这时候 张怀之称他们不备 夺取了民军占领的 常山 安邱 林曲等县 民军十分愤怒 一面质问政府 一面召集党人 要与张怀之死战 吴大洲的部下约七八千人 居正的部下约一万四五千人 还有两架飞机 张怀之自知不能立取 便派员与他们议和 将持到八月中旬 由国务院派出陆军中将 屈通风前往山东 会同张怀之等办理军事善后事宜 屈通风与民军商议 改编军制 归立中央 办理得有了点眉目 便回京复命去了 此时在上海的议员们 以齐集京城重开国会 八月一日举行国会第二次常会 开会礼 此前两天 有两院通告 制定礼节如下 一 八月一日午前九时 参众两院议员 各服礼服 齐集众议院 二 午前十时 两院议员入离场就席 三 赞礼员引大总统及国务员 入离场就席奏乐 四 主席宣布开会 并致开会辞 五 大总统及国务员致送辞 六 赞礼员报告 向国旗行三居公礼 在场者嫌行礼如宜 七 主席宣布开会式里程词 八 主席宣告大总统宣誓 九 大总统宣誓奏乐 十 主席宣告退席 十一 摄影散会 这一天 参议院议员共到场138人 众议院议员共到了318人 参议院中 仍然由王家乡 王正廷为政府议长 众议院中 仍由汤化龙 陈国祥为政府议长 临时公推王家乡为主席 李总统及国务总理 兼陆军总长段祺瑞 财政总长兼外交总长陈锦涛 交通总长兼内务总长许世英 教育总长范元莲 农商总长张国干 海军总长陈碧光 同时到会 李总统依照民国二年公布之 大总统选举法第四条 郑仲宣誓说 予以制成遵守宪法 执行大总统之职务 宣誓完毕 全体欢呼 连称中华民国万岁 中华民国国会万岁 中华民国大总统万岁 群情振奋 官者如独 午后大家合影 然后散会 政府改定公文格式 并停止禁建大总统礼 令定禁建礼八条 由国务院承准施行 内容如下 一 特任检任各职 只禁建大总统 均用叶建礼 二 叶建元 亦大总统辅实 需先向 承宣司 递执名检 检用大名片 居中执行 写执贤 及姓名 背面并写姓名 履历 由承宣官入企 四 大总统临研建室 再行导入 三 叶建元 入研建室 应向大总统行依居公礼 大总统严作寻达臂 叶建元兴辞 行依居公礼退出 四 叶建均用长司服 但初次进建者 徐着叶伟服 曾得勋章者 并佩戴勋章 五 大总统传建 即因公请建 或介绍请建者 均用叶建礼 六 建任职以下 除大总统传建者外 均无庸叶建 七 满王宫视觉 即猛 回藏 王宫等之进建者 均用叶建礼 八 凡叶建员 预请示期 或临时请期 经大总统定期 或改期 或派待见 或免叶建 程宣司 均应随时通知叶建员 至于公文格式 也从简 分成十三项 一是大总统令 二是国务院令 三是各部院令 四是委任状 五是委任令 六是训令 七是指令 八是布告 九是资 十是资成 十一是成 十二是公函 十三是批 这些公文的格式 跟民国元年时候 差不多 无非是 惩戒帝制 归赴共和的意思 参议院中 也依照旧的 约法办理 于八月十四日 开议个案 李总统便提出 由段祺瑞 出任国务总理 资请同意 两院是否同意 请听下回 请不吝点赞订阅